中华民族的耻辱 中华民国 中华民共和国 哪一个朝代建政73年了 还有一个省还没有统一 欢迎收看新闻焦点 沙利文将前往东京与日非韩会谈 讨论对抗中国 美国之音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周二 6月13日宣布 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将在周四 前往东京与日本 菲律宾和韩国的 安全官员进行会谈 商讨对抗中国威胁的合作方式 白宫国安会说 沙利文在日本期间 还将参加由美国 日本和菲律宾 组成的三方安全对话的首次会议 在这次危机两天的访问中 沙利文将与同行们 讨论在一系列关键地区 和全球性问题上深化合作的方式 美联社说 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周二 为美国外交使团团长举行的招待会上 确认了沙利文的出访计划 美日非三方安全对话 最早是由日本提出的 日本和美国都认为 与菲律宾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 对于增强对北京的威慑力和未潜在的台湾危机 做准备至关重要 日本共同社日前报道说 随着北京对台湾的态度日趋强硬 日本和美国都认为 菲律宾作为位于世界重要海上商业通道 和台湾的近邻 在维护该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 具有战略重要性 今年2月 菲律宾方面又给美军提供了4个 可以修建军事基地的地点 使美军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增加至9个 其中有的基地距离台湾南部只有几百海里 一旦台海有事 美飞将可以为台湾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本月早些时候 美日飞三国的海岸警卫队 建制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 举行了联合执法演习 面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日益强势的行为 美国加大了与亚洲盟友的合作力度 最近几年 中国通过在南中国海铁海扫岛 修建军事基地 并频繁派出数量庞大的海警船 和化妆城渔船的军事船只 对邻国的船只进行骚扰和强力驱赶 导致这一海域的安全环境更加紧张 美国在南中国海没有主权要求 而中国 菲律宾 越南 马来西亚 台湾和文莱等国家 长期以来 在这一海域的主权纠纷持续不断 美国认为 相关国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主权纠纷 符合自身的利益 因此坚持在这一海域进行自由航行 以维护这一世界最重要的商业航道的安全通行 自拜登政府上任以来 美中摩擦越来越频繁 去年8月 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的南希 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 中国为了报复 在台湾周围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今年年初 美军击落击入美国领空的中国间谍气球 4月份 台湾总统蔡英文访问拉美途中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停留 并会见了美国新任众议院议长 凯文 麦卡锡 更是引起北京的愤怒 上周六 美国媒体有关中国 在古巴建立情报站 监听和搜集美国情报的消息 引起舆论哗然 中方对此做出强烈反应 为缓和双边关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计划 在6月18日访问中国 这次访问 原定在今年2月进行 但一连串的双边摩擦 致使布林肯的访问延迟至今 北京方面 目前还没有公开证实 这次访问的安排 不排除在最后时刻取消访问的可能 请继续收看新闻焦点 不用查手机 中国警方通过身份证 获取微信聊天记录 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警方通过大数据 获取民众个人信息的技术手段 不断提升 近期 一网民在海口被警察抽查时发现 警方不查当事人手机 仅凭其身份证号码 便可查到这位网民的微信聊天记录 有人披露 警方也可从身份证内的芯片 隔空获取个人所有数据 手机和身份证 已经成为中国居民个人资料 外泄的重要渠道 上周三七日 一位网民在聊天群留言写道 6月6日 他在海口西海港坐渡轮 被海关和警察联合抽检 对方居然不查看他的手机 仅凭身份证号码 就能获取他的微信聊天记录 该网民还说 即使在微信删除的聊天记录 警察仍然可恢复 中国警方通过大数据 获取民众个人信息的技术手段 不断提升 近期 一网民在海口被警察抽查时发现 警方不查当事人手机 仅凭其警号身份证 号码便可查到这位网民的警号微信 pick twitter.com ftvlozkh4 网民看到上述留言后 大为紧张 时事评论评论人士 毕新周三 13日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 中国的大数据 为警方提供了 核查居民资料最大的便利 在政府面前 个人无隐私可言 这个身份证内 嵌入的芯片 在20年前 就已经在中国全面实施 当时 他们打出的宣传 是为了更方便 让大家出行 财产更加安全 隐私得到更好的保护 当时人们就预想到会 出现现在这种情况 B新说 身份证泄露的个人信息 比电话还多 就是你所有的信息 只要你用身份证 全都可以查到 包括你的财产 房产 住酒店的记录 消费记录 聊天记录 这叫深度维稳的新战略方向 数个月前 本台曾报道 网民披露的图片显示 可覆盖全国大小街道的人联 不控系统 除了对比数据库 获得个人身份资料外 还可扩大到身份识别 网民张先生对本台说 警察通过身份证号码 和刷身份证 可从大数据 获取居民的所有资料 因为大数据库里 存储着近年来 所记录到的 有关你在微信 QQ 抖音等社交媒体账号的 留言信息 这也是社交账号 要求你必须实名注册的原因 警方核查个人身份手法 不断提升 B新海说 更可怕的是 几年前 我记得他们 警方还有一种科技 我们亲眼见到过 警察距离你一米 他可以是便衣警察 从你身边走过 你手机内的所有信息 已经到警察的手机内 对方马上知道 你这部手机号码的注册名字 你的微信群 及聊天记录 曾有香港媒体报道 在广东华翔北路电脑城 出售一款警用仪器 和配套软件 它能测出 一公尺范围内 居民身份证信息 同时 也可测出 香港身份证持有人的信息 时事评论人士蔡先生 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 中国投入巨资 建立大数巨库 并通过各种渠道 搜集个人信息 内容无所不包 让人防不胜防 他说不久前 个人的电报账号 被不明人士盗走 并与其聊天 他叫我按他的要求 步骤一操作 就把我的账号盗走了 发生一连串的事情 他还冒充李承鹏 四川知名作家的说话 跟李承鹏说话的声音 一模一样 他把我和李承鹏的语音 都调出来了 用李承鹏的语音和我对话 我打过去 永远打不通 声音很模糊 公安部大数巨库 对部分企业开发 据报 获得中国公安部 授权的中国企业 可通过接口连接大数巨库 查询个人信息 众多企业为了盈利 就会多次倒卖信息 认证查询接口 不但倒卖接口 并且还非法缓存用户信息 不久前 有骗徒得知 警方通过大数据 掌握公民个信息后 谎称可以通过警方 获取个人信息 向网民兜售 据我苏网消息 江苏泰州市高港区居民 周先生相信 骗徒可协助查询 某人三个月的微信聊天记录 三年内在全国的住宿记录等等 被骗8千800元人民币 其后 该案被警方破获 嫌疑人被捕 请继续收看新闻焦点 北京统战大动作 邀请台湾5000人参加海峡论坛 美国之音 北京国台办发言人 朱凤莲星期三 6月14日表示 一年一度的两岸海峡论坛 星期五将拉开帷幕 正式的大会星期六上午 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 朱凤莲称 台湾最大的反对党国民党的 副主席夏立言将率团与会 其他受到邀请的出席者 来自台湾的新党 亲民党 五党团结联盟 民众党等台湾政党代表 及民间人士 约5000多人 朱凤莲在国台办例行记者会上还表示 海峡论坛期间 也会面向台湾青年 提供1200多个就业岗位 目前已举办到第15届的海峡论坛 是由中共中央台办指导 中共福建省委省政府 以及台湾一些民间团体共同主办 是台海两岸 一个民间交流平台 自2009年起 一般每年6月中旬 在福建省内各式举办 主会场设于厦门 中共的全国政协主席 通常出席论坛并致辞 而台湾方面 则由国民党 新党人士率团出席 民进党则明文规定 不允许党公职人员参加论坛 专门负责处理两岸事务的 行政院陆委会上周五发表声明 指责海峡论坛 是中国重要对台统战平台 借由交流名义 对台宣传反毒 促容 促统 并借机进行政治操作 陆委会强调 政府禁止中央机关人员 参与海峡论坛 也不乐见地方政府派员与会 不得与陆方合作办理论坛 也禁止在台办理分支 延续性活动 台湾中央社报道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星期三 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宣布 由国民党副主席夏立严率团 出席海峡论坛 追求和平 是国民党最重要的目标 从创建中华民国 到保卫台湾 建设台湾 民主台湾 和平台湾 朱立伦说 国民党是最爱台湾的政党 现阶段两岸最重要的是 透过交流对话 达到和平 达到让大家能过好日子 夏立严将率领国民党 大陆事务部主任林祖嘉 以及智库人员 出席海峡论坛 期望透过民间的交流活动 创造两岸之间的对话 交流 减少误会 并解决台胞 台生和台商的问题 朱立伦说 民进党主席 兼2024年大选总统候选人 赖清德日前表示 愿意与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共计晚餐 朱立伦则指责民进党抹红 和阻止两岸民间交流 不仅是天方夜谭 而且是欺骗选民和选票 朱立伦声称 海峡论坛举办15季以来 国民党不论在野或执政 都透过这样的民间交流 的确让两岸之间相互了解 化解了一些误会 共闯双赢 他希望民进党政府 放下一时形态 不要为出席者制造障碍 台湾另一个反对党 民众党发言人杨宝珍 星期三表示 民众党并没有收到 出席海峡论坛的邀请函 但是民众党台商事务委员会 主委张凯军 继续收看新闻焦点 假设中国领导人遇刺 自由亚洲电台 澳大利亚退役陆军少将 莱恩·米克莱恩 发表科技惊悚小说 《Techno Thriller》 《白日战争》 《前进台湾》 《Why some war? The Campaign for Taiwan》 故事设定在2028年 前任中国领导人遇刺身亡 新任中国领导人 必须转移视线 以便稳定政局 于是 趁着美国忙于迎接总统大选 和对付天灾的时候 挥军攻打台湾 有智库专家提醒 该书所假设的台海战争情况 是有可能发生的 曾经在澳大利亚国防军 服役长达35年的莱恩 目前为美国智库战略 与国际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兼任研究员 他向本台表示 以科幻小说预告台海战争 是要唤起人们 关注中国可能武力犯台 对印太地区 造成安全风险的问题 他说 借着科幻 我们可以设想未来的情况 同时又能避免让那些 要面对有关情况的政府机构 感到受威胁 全新战争形势 将临 莱恩在小说里 提到即将出现的 全新战争形势 例如 利用可变换轨道的人造卫星 在太空上进行轨道战 Orbital Warfare 就是其中之一 美国和中国 已经有能力操作卫星变换轨道 故此故事里提到的 轨道战 Orbital Warfare 其实不是一侧 其他全新作战形势 还包括大量无人作战机器 将会和人类并肩作战 他说 将会是配合精密演算法 继而调度大量的机器人 摇距作战 又例如 在空中调度数以百计 或千计的风群 Drones 无人机 投入作战 莱恩提醒 人类和机器人之间的关系 也将会改变 他说 人类将会采取新的战术和编制 以便让人类和机器人合作 有别于目前 有人类操作机器人的做法 台海战士并非幻想 澳大利亚战略分析研究所 Strategic Analysis Australia Strategic Analysis Org 总监修布瑞吉 Michael Shubridge 向本台指出 他认为 不应该将莱恩的小说 当成是科幻作品 因为当中所假设的 台海战争情节 其实并非幻想 修布瑞吉说 故事里想象的情况 超出了目前很多人 提出的假设情况 但它其实是有可能发生的 修布瑞吉又认为 莱恩的小说 值得受到军事和战略专家所重视 他说 现实有很多政府官员 分析员 评论员 甚至政府部长和国家领导人 他们都在假设 故事里的科技和情节 不会发生 这阻碍了他们的评估工作 修布瑞吉提到 除了莱恩的作品之外 有些科幻小说 是有助于了解 中国政治情势 和社会环境的 修布瑞吉说 有些中国的科幻小说 是很有说服力的 那些作者生活于 中国政治模式之下 所累积的人生经验 让他们能够拥有独特创意 进而设想未来世界 在莱恩的小说中 当中国对台动物时 美国 日本和澳大利亚 均毫不迟疑地支援台湾 对此 他说支援台湾 是直接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 不仅是要在冲突发生时 提供支援 而且要在未有冲突之前 就应该协助下阻 以便避免爆发冲突 莱恩认为 在现实世界中 澳大利亚更应该要激离下阻 中国军事扩张 阻止台海战事爆发 谢谢收看新闻焦点 讨论完秦刚这个网路上 假的讯息之后 谈谈台湾的总统大选 明年1月总统大选 到目前为止 主要党执政的民进党 赖兴德也确定了 国民党侯友宜也确定了 现在柯文哲前台委市长 也确定要参选了 那美国AIT新任理事主席 这个罗森伯格三月份就任之后 他是以前是 布林肯的得力助手 四月份马上到台湾访问 回美国之后不到两个月 现在人又在台湾 他先见了这个侯伟仪 再见了赖兴德 今天在台北时间呢 也见了柯文哲 那个国家教授 你怎么样了 看待罗森伯格到台湾去 为什么那么短的时间 就任不到三个月 两度到台湾 然后这一次呢 又主要看的 朝野政党三位主要总统候选人 台湾总统民选 举办过七次 那么这一次是第八次 那美国对台湾总统民选的 关注程度 这一次是最高的 那么之所以最高呢 就是这是总统大使的结果 对于美国跟中国 中国做的战略竞争有非常重大的影响 也就是说美国非常期望 台湾未来领导人 能够像现在的蔡英文总统一样 一方面对于美国的政策要求 能够完全能够完全的配合 那么第二个呢 对于中共不会过度的挑衅 也就是不要变成一个troublemaker 他能够执行美国期望的 对中政策 对美政策 而不要制作主张 或者是超越美国的政策的红线 去挑衅中共 那么他也 这是一个担心 另外一个担心呢 是台湾未来领导人 会不会改变 像蔡英文目前的清美路线 而走比较平衡的路线 也就既亲美 也俄中 或者是亲中 所以这一次呢 在美国跟中国的战略对抗 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之下 美国是非常的关切 台湾未来的总统 究竟是哪一党的人当选 而这三党的总统候选人 对于美国的政策 对于中国的政策 有什么看法 那么所以美国呢 现在对三位候选人 主要党的候选人都非常关心 因为这三个人呢 他们的两岸关系的主张 是有所不同的 那么美国其实照理讲 他应该是比较支持 林静等赖清德 但赖清德跟蔡英文是不一样的 那么赖清德是比较倾向于 这个所谓台湾跟中国 是两个相互主权独立的国家 不但相互不隶属 而且台湾根本就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所以赖清德除了没有使用台独这两个字以外 他所有的政策主张 和他所期望的政策 作为就是百分之百的台湾独立 也就是他以独立国家的身份 跟另外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中国 平等交往而维持 他所谓爱台亲中 亲中爱台 也就是他也亲中 那这个亲中并不是一个中国原则之下的亲中 而是两个对等主权独立国家下的亲中 那么所以美国对赖清德是不放心的 深恐他的台独的骨质 在未来当选总统之后 不会改变 甚至改变蔡英文目前的比较稳健的路线 而走向比较明目张胆的台独路线 那么国民党的侯友宜 过去没有处理过两岸关系的问题 但侯友宜呢 一方面他对于国民党所谓的九二共识 这样的一个比较合中 成的一个中国原则的一个政策 他只表示尊重而不是支持 但是他也反对这个台湾独立跟一国两制 所以他是按照中华民国宪法 来界定他的所谓的两岸政策 那么他是不是亲美 他有讲过啊 台湾不能做强国的棋子 所以这一点上面 他跟这个民进党又有所不同 民进党被中共认为是以美谋独 就倚靠美国来谋独 那么这个侯友宜呢 认为这个倚美 倚靠的倚 倚美可能是必要的 台湾安全可能必要倚美 但是也有必要去怀疑美国 是不是有足够能力和抑制 来护卫台湾的安全 所以侯友宜呢 是比较倾向于 既不改变亲美政策 但是呢也比较倾向于 愿意跟中国维持友好关系 而这友好关系呢 是在一个中国宪法宪法一中 这样的一个原则之下的跟中共和好 而不是所谓的统派 统派 中国台湾的统派就是完全的认同中共 然后跟他这个 达成统一 甚至现在是促使台湾改变目前的 拒绝统一的政策跟中共统一 这是台湾的所谓统派的立场 那么在这个侯友宜根本就不是这个立场 他是跟民进党立场 是有区隔又比较接近 或者比较接近又有所区隔 而柯文哲呢 他是处于一个灰色地带 他究竟两岸关系的主张是什么 从来没有说清楚过 那么他基本上是在不同的场合 针对不同的观众做不同的表达 或者针对不同的议题做不同的表达 因此他对于中共 究竟是在两岸一家亲 这个他讲了十年的话以外 他有没有具体的主张 他又否定九二故事 又没有提出台湾跟大陆实质的关系 应该是如何 那么对于美国当然是比较亲美 但是呢亲美的同时 他对核中的看法究竟如何 你不能讲说我们和平相处 但是你不要把我逼到顶线 把我逼到顶线我就跟你翻了 跟你反了跟你斗了 那么这个不是政策主张 而是一个应对事情的一个处理方法 所以柯文哲究竟对美国 尤其是对中国 他的立场是什么 他对两岸关系长远的一个架构是什么 非常不清楚 所以美国方面也非常好奇 因为柯文哲他即使也很可能当选不了总统 但他很可能成为关键性的少数 也就是民进党跟国民党 在立法院都不过半 而他掌握十席左右的席次 他倒向哪一边 哪一边就成为多数 所以柯文哲对未来台湾的政局 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他现在是一个权力的玩弄者 那美国也在乎他 也想了解他 所以这次美国 这个再来协会的理事主席 他三个月两度访问台湾 而且迷目当胆的 跟三位总统候选人见面 他就是要了解 了解之后 他会形成他的政策 将来对于这个三党候选人 究竟他倾向于谁 会用比较暗示 或者放话的方式 来表达他立场 这个立场的表达 对于这个三党总统候选人的 当选几率就会有所影响 所以美国介入台湾选举的意图 是相当的明确 小明知音 怎么看待在美中目前的 关一之下我follow的这个 这个国家教授提到的 你怎么看待这一次 明年一月份的台湾总统大选 总的来看的话 我觉得美国方面 应该说是比较放心的 因为现在的情况下 我想美国 他应该比较主义的人选 应该是赖清德 而且我觉得现在 就是说侯友宜的 在特别是在外交和重大的这种 两岸政策上 侯友宜受到了很多人的这种怀疑 就是他对国际事务 好像了解的不够深入 比方说七国集团 好像有人问 七国集团是谁他都不知道 就这个按照 这都是一些非常普通的常识 可见侯友宜过于专注地方事务 他做一个市长副市长 做的太久了 可能在这方面 经历都用在这儿了 他不是一个能够同观全局的人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 他在跟赖清德的这种竞争上 我觉得他有明显的这种弱项 那么至于 柯文哲 有点变色聋 听刚才教授讲的话 陈教授讲的话 这个有点变色聋 但是 这里边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变数 就是 三个人 这种三国演义的时候 变数非常大 他跟两个人竞争 就完全性质不一样 所以 很有可能 这个里边就有些变数 柯文哲 所以他还要 肯定要选到底 那么 如果柯文哲选到底的话 那国民党肯定是没戏 所以这个里边 这是很大的麻烦 如果柯文哲不选到底 那这个事情 国民党还有希望 如果柯文哲选到底 我觉得国民党没什么希望 这个 所以 现在这个局势上 柯文哲呢 表态说 他跟美国大协会的会长 已经在美国已经见过面了 主要内容都已经谈过 所以这一次可能再见面谈 大概没有太多东西 而侯友宜 应该是第一次 跟美国方面谈话 而且侯友宜 好像还没有访问过美国 就从他决定 竞选总统 这个还没有访问过美国 而且呢 所以这里边 我看过前面看了一个 新加坡的早报文章提到 就是 侯友宜也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 他的这个 应对 作为国家层面的领导人 所以应对这些问题上 侯友宜 缺陷太明显 而赖清德的话呢 毕竟 是 做了一任副总统 他这个 一开始 就在这个层面上 开始考虑这些问题 而且呢 赖清德 一直这种政治观点非常鲜明 他这个涉及到两岸 是我涉及到台湾前途 这些问题上 赖清德很早 人就都知道 所以对赖清德 相信的人 不会对赖清德质疑 因为他的这种政治立场非常鲜明 而侯友宜的话呢 很多人不知道侯友宜 在这个问题上会怎么做怎么想 所以 这个我觉得 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讲 这是一个很不利的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柯文哲 这个问题也是存在这些问题 就是柯文哲 这个 变色龙似的 走到哪儿 应对什么人 就说什么话 让人觉得 这个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对他这种忠诚度信任会有问题 所以这个也不是太好 所以这次选举 我个人感觉 如果没有特别的情况的话 我觉得国民党这次希望很小 谢谢 圣明呢 干吧 我觉得这次呢 美国和中国 包括台湾都从乌克兰那儿接受了教训 就乌克兰战争 就台湾呢 很明显他不想变成第二个乌克兰 所以成为一个战场 站至最后一个台湾人 而中国呢 也不想成为一个俄罗斯 就是被迫呢 要去打那一仗 美国也一样 就美国他不希望中国的侵取台湾 就和平统一 但是呢 他也不希望被台湾拖入一场 就像台海的一个攀牌吧 一个冲突 那这种情况下呢 美国非常不可能去支持赖清德 因为赖清德呢 有点像泽连斯基 就他主张台独的立场相当鲜明 而这样的就会迫使中共 在台湾要动手 那美国也只能卷入 就不管是军事卷入 还是以其他的方式 所以这几个人都到美国来 或者美国到也到台湾去 就一个个的面试吧 interview他们 就美国也在选择 他在台湾的代理人 就这种事儿在国际关系中 是屡见不鲜 我们也知道中共在毛泽东之前 所有的总书记 都是苏联选的 共产国际选的 那美国现在也在做同样的事 所以我觉得呢 赖清德 除非美国想 在禁区内跟中国谈牌 是一场武力的谈牌 他们不会选赖清德 听到欧国上 follow这个小明之心 跟国家教授 还有盛林刚才提到 他们有人认为 赖清德当然一定当选 有人认为还不见得 罗伸伯格在台湾 见了这三个这个主要候选人之后 其实没有什么发言 这个AIT其实不发言 但是有一句话 提到美国不会选边站 这代表什么意思 另外就是说 他在见这三位主要候选人 实际的次序上 是先排了这个 霍尔宜 再排了这个赖清德 再来是科文哲 当然可能彼此三个人之间 有可能形成的问题 当然为什么 如果说美国比较青睐 为什么排在第二 为什么把伙优伟排在第一 我的看法是呢 就是说美国呢 不会选边站的意思是两个 第一呢 就是美国对台湾的内部的选举的结果 是尊重的 就是第二呢 在美国呢 对台湾问题呢 有一个需求 就是说管控海峡两岸的 就是海峡危机问题 因为这场危机会把美国拖进来 所以美国觉得自己有权利去做一些部署 就是不要在美国不想卷入的时候 把它卷入 或者不要把美国 按照美国不想进入的方式被卷进来 所以 你一说台湾的危机可能会影响美国利益 所以美国必须去管理 所以我就讲说 美国不关心台湾人民出于内政的角度去选谁 但是美国很在意 就是说你在两岸关系上态度 会不会把美国拖出到一场 他不想被卷入的危机中 那么这是一个我觉得所以才要对候选人考察 这是考察的主要的目的 那么这个目的呢 我就按照这样一个标准来说 他说不爱选边站 就说在见这三个人之前 美国不决定支持谁 只是要决定呢 就在这个见完之后 美国可能要根据他们的态度来决定 他们会给美国带来多大的包袱和麻烦 来决定美国来怎么处理这个关系 那我在如果从这个标准出发呢 那我的看法是呢 美国不会去看好柯文哲 因为很简单 他不具有一个管控台湾的一个团队 就柯文哲没有这个团队和他的这种社会和政治 他只能在国民党和民党这两大候选人面选 那如果再说这两大候选人呢 如果郭台铭能和侯友仪跑到一起去 因为郭台铭前上也是一个挺认为 如果能跑一块去呢 我觉得可能美国相对来说会倾向于国民党 因为国民党听话 比如说你没看国民党在做 在在野的时候像个怨妇似的发这个牢骚 那个牢骚把我连站在那 这些人要真的在位的时候 美国人给他们提要求 当然不是说他们这个关系是国民党 就是相对来说处理这些比较有修养 比较他不是那种 他是民粹主义不强 他比较注重专业呢 专业呢当然说 你说台湾哪个专业领域中 都不取一个美国的合作对吧 就这一条他在野和在朝就不一样 不一样呢他认这个 但是美国和民党打交友过一个教育 就是陈水扁 陈水扁到美国来接受这个所谓这个考试的时候 当时我还在各大 安卓内森是那个谁是这个 你们那个现在那个大使是谁来的 他主持安卓内森跟他对谈的时候 后来我还回答这个问题 他当然有点不高兴 这个对我这个答案 就是他说提了个中间道路 我说共产党不会接受你中间道路 会很会很敲你 他说那王先生 你不是也 共产党也不让你回国吗 我说你在问我问题 我当然知道共产党不让我回国 但是我的意思说呢 后来呢 确实陈水扁在美国看来脱轨了 就开始的答应 他脱轨了 所以 而且我觉得美国影响台湾的一个很大筹码 就是暴露你的丑闻 无论是宋楚瑜还是陈水扁 他们在选战中的这种比较关键的地方 都是美国把在他们在美国的一些 这个就美国掌控的丑闻给暴露出去了 要不然丁毅怎么可能知道对吧 知道这个陈水扁那些事呢 不是丁毅吧 你们那个台湾叫什么 听说我讲说实际上呢 美国要决定了支持这时候 他手里还是有一些牌 就是让那个人不当选 就是那么 然后他想要这个人当选 那当然说 至于说呢 这个刚才呢 大家也讲到侯瑜的 侯瑜的弱点 也许在美国看来竞争的优点 因为国民党执政 从来是个团队执政 就他们没有那种特别强势领导人 包括马英九 有超人气的时候 他很多事情 他也要听他底下的人的 也要用一些专家呀 所以这个没有 赖兴德呢 这个最大的问题在哪 美国人不相信他 就在于 他是台独 一直是台独大佬和台员 这个绿营中的 这种最激进的一派 就支持他 包括他跟那个蔡英文呢 等一些一系列冲突中间 他当时的基础 都是让美国人最不放心的 不放心呢 这个美国要从 反对中国大陆从个角落 当然对他们就很喜欢他们 但另外美国怕 由于这样的一个态度 把美国卷入一场 他们不想去介入 他没准备好的冲突中 所以在这四年啊 就下一个四年的总统 是按美国人看来是中美关系 在台湾海峡最危险的时候 大陆的军力到了顶峰 而美国新一代的军事力量 在2030年还能部署到位 在这时候我觉得他们 其实对这个总统的一个 最基本要求就是 你能管护好台海的危机 不要把我投入到一个麻烦中去 何平很久没有回台湾了 你怎么样看待明年总统大选 何平 何平还在吗 他可能上另外一个节目了 不过下次希望何平能够谈一谈 这个关于他怎么样观察 明年总统大选 说不定大家也可以去台湾 观选观战一下 全球思想者的专业媒体 来自各大智库 顶级媒体评论简报 由六都团队整理而成 齐虎 民族主义是中国的双刃剑 外交官 最近在新加坡举行的 香格里拉对话会上 各种分析观点令人感兴趣 尽管对话会的名字中 有对话这一词 但事实上 这个活动更像是 中美两国各自讲话 而不是互相交谈的论坛 事实上 香格里拉对话会 普遍的共识是 中美关系的恶化持续 引发了该地区 不断升高的紧张局势 这次会议为两国提供了 另一个决力的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方面发表的言论 几乎不能算作外交方式 中国中央军美联合参谋部 副部长景建峰中 将在回应美国国防部 常罗易德奥斯汀的演讲时表示 美国正在利诱和胁迫 其他国家成为前锋武器 从根本上说是一种 保护霸权的体系 让霸权看起来很好 中国国防部常理 上福将军在他的主题演讲中警告 阻止亚洲形成类似北约的联盟 并抗议某个大国对霸权的渴望 中国以这样尖锐的言论出现 似乎在处理他认为 是自己后院的地区问题上 达到了新的断言水平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持续 中国不再扮演印度洋 太平洋地区的好邻居角色 已经有所证实 这在中国对美国 与其他该的去国家的双边 和多边伙伴关系 做出回应式表现的更加明显 北京方面对菲律宾 将海军基地租给美国 做出了隐晦的威胁 涉及到台湾的菲律宾外籍劳工 然而 这些国家对中国日益激进的 回应感到困扰 并担心两个大国之间 缺乏接触将带来不稳定的风险 最近 北京拒绝了华盛顿 要求奥斯汀与里在香格里拉 对话会期间进行双边会晤的请求 尽管该地区存在日益增长的担忧 但很难预见中美关系 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缓和 中国拒绝与美国接触 是来自他们领导层的最高层面 很难想象习近平或中国共产党的 其他高级官员会偏离目前的路线 可以说 江华盛顿定位 为试图遏制中国崛起的敌人 既是对美国在该地区行动的自然回应 也是中国当前外交政策的必要性 这在很大程度上 可以追溯到中国国内的情况 这使得北京方面无法对美国的侵略退却 尽管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反美言论一直是北京工具箱的一部分 但在上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 中国的巨大经济增长 使得这众与言明显软化 因为北京方面将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发展上 然而 在2010年代 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受阿拉伯之春等彩色革命 引起的政治动荡的困扰 中国共产党将重新转向维护党的统治合法性 和加强对权力的掌控 习近平自2012年担任党的领导人以来 在打击腐败的借口下 领导了一场国内政治打压 正是在这个时期 来自北京的反美言论开始升温 为了加强党的控制 北京方面推动了一种说法 即华盛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功感到威胁 因此正在采取措施遏制中国 中国领导人开始再次将美国描绘为一个威胁中国的大敌 试图阻止中国在全球等集中占据其应有的位置 这种美国欺压的叙述基础根源于中国伟大命运的民族主义信息传播 自习近平上台以来 他经常将中国的崛起 形容为该国的国家命运 引用该国辉煌的过去 强调被西方殖民者剥削的百年屈辱 习近平提出的国家复兴口号传达了这样一个概念 极曾经为大旦遭受西方殖民者劫掠的中国 现在正在重拾其过去的辉煌 在中国的版本中 中华民族不仅指国家政体 也指民族群体 中共宣传机器的成功可从中国公民内化的这种民族主义信息中看出 有很多例子表明 中国的网络评论员在辩论中将任何对中国的负面观点 归咎于西方帝国主义 种族主义和反华 在澳大利亚 美国和英国等地的大学校园中 中国留学生利用这些指责 公然挑战讲授台湾和香港等问题的讲师和同学 民族主义已成为习近平和中共统一中国人民 控制他们并确保他们继续支持党的统治的重要工具 然而 民族主义可能是一把双刃剑 围绕民族主义的中国崛起 西方衰落的叙述迄今位置 在确保中共统治的持续支持方面取得了成功 但中国的国内挑战似乎只在增加 中国仍未完全从COVID-19大流行和直到去年12月才结束的各种封锁措施的影响中恢复过来 来自中国的报告显示 青年失业率不断上升 这是令人担忧的 中国还在与人口危机作斗争 因为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 这些挑战可能会对中共统治的稳定性产生影响 并可能加剧民族主义叙事的推动 总体而言 中国的反美言论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中共政权的外交策略和国内政治目标的一部分 然而 这种叙事也导致了中美关系的恶化 加剧了区域紧张局势 解决中美之间的分歧 需要更多的对话和合作 但目前的情势显示 这并不容易实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中美紧张关系的下一个舞台吗 在中国居住的外国居民数量急剧下降 外交政策 本周要关注的重点包括 美国重新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抗衡中国 在中国居住的外国居民数量急剧下降 北京与首尔发生外交争端 为了避免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计划本周末访问中国 双边关系一直受到密切关注 但多边组织长期以来一直是美中冲突的场所 最新的竞争场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美国刚宣布计划重新加入该组织 主要是为了平衡中国对该组织的影响力 美国于1984年退出该组织 理由是苏联的影响 并于2004年重返 但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再次离开 使美国和英国在20世纪80年代退出该组织的原因 不仅仅是冷战政治 该组织的内部腐败和官僚主义时期 在非政府组织界生育不佳 这种生育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 数十年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生了变化 尤其是在2017年 由具有良好管理和外交能力文明的奥黛利 阿祖莱当选总干事后 然而 导致奥巴马政府在2011年根据现有法律停止 提供资金并导致特朗普政府完全退出的分歧 是关于该组织承认巴勒斯坦 而不是核心的美国利益 就像中国对台湾的承认问题一样 美国的举动似乎是自我破坏 虽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不是一个主要的地缘政治角色 但美国的缺席已经助长了中国对该组织的政治化 声称少数民族的习俗和艺术 是中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或者挪用邻国的传统 美国的再次加入应该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带来巨大的财政支持 该组织欠款6亿美元的会费 最终 美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系 凸显了中国在联合国内部的基本优势 中国始终参与其中 中国成功地推动了自己的人员当选联合国 和其他国际组织的重要职位 而在美国 国内政治有时会成为阻碍 华盛顿在其他问题上也会阻碍自己 例如 他可能建立国际贸易协议 但在下一个选举周期中 两位总统候选人都承诺放弃他 与此同时 联合国的性质正适应中国官员的优势 联合国是一个高度官僚主义的组织 成员国之间存在住猜忌 换句话说 它类似于中国共产党 中国自己的内部政治有时可能 在国际舞台上受挫 然而 中国认识到在每次会议上露面和聆听每个演讲队保持权力至关重要 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相比 中国经常突然断交或终止谈判 中国在多边组织中的角色更加一致 因为他认为话语权至关重要 目前 华盛顿仍然是联合国内部最强大的角色 但他不能永远轻松下去 接下来的重点 外籍人士数量下降 中国著名评论员王文最近发表了一篇有趣的演讲 部分翻译在此 讨论了过去十年中从发达国家移居到中国的外国人数量的急剧下降 例如 王文指出 2010年至2020年间 居住在中国的法国公民人数下降了40% 美国公民的数量在同一时期下降了23% 自疫情爆发以来 这些数字似乎进一步下降 根据王文的说法 中国的外国公民人数不到总人口的0.05% 而韩国和日本的外国公民比例分别为2% 与此相比 美国非公民居民约占总人口的7.1% 另外60%入籍公民 王文指出 造成这一下降的原因包括繁琐的行政程序和对外国人的排斥 但它无法说明的是安全状态也是原因之一 外国人仅凭护照在中国访问基本服务 如叫车应用程式或微信变得越来越困难 尤其是对于外国游客来说 中国当局现在正在执行曾经被大多忽视的控制制度 例如在朋友家过夜需要向警察注册 在线审扎笔之前几十年更突变 外国互联网现在几乎无法访问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即使在中国城市的生活质量 在某些方面 例如空气污染有所改善 外国人数量的下降也持续发生 但作为一个在中国居住的外国居民 2003年至2018年 我要说最大的原因之一是对未来缺乏希望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值政前 基本人全正在慢慢改善 而现在正在倒退 芬泰尼风波 最近一部中国国家电视台的纪录片 涉及美国的毒品政策 显然是一个宣传行动 该节目的原话是抨击西方对中国指责 并且此节目出现在指责中国助长 美国芬泰尼危机的指控再次出现在华盛顿的舞台上 美国政界人士指责 北京方面未能打击克工 应给毒品卡特尔的潜体化学品的生产 对于这些指控 中国以其在毒品战争中的困难回应 即使他们尝试做出改变 2019年 中国开始对芬泰尼及其类事物进行更严格的管制 并且报告显示这些举措取得了一些成效 芬泰尼供应减少 但其他药物如合成阿片类药物却有所增加 中国对于毒品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复杂的 因为它需要合作 包括与美国的合作 以打击跨国毒品交易 然而 这种合作在当前的地缘政治氛围下变的更加困难 为什么阿拉伯国家欢迎阿萨德回来 外交政策 由于优先事项的转变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 及其国家重返中东的努力 得到了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阿联酋 等地区行为者的支援 自阿拉伯之春 以来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叙利亚政权 一直是毒品贸易和与伊朗关系等问题的区域动态中心 阿联酋和沙烏地阿拉伯 在推动国际舞台上的伙伴关系多样化时 一直在寻求与叙利亚建立更温暖的关系 以拉近与莫斯科的距离 然而 据信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反毒品和非法 开着港贸易对阿萨德政权的广泛正常化构成了挑战 叙利亚遭受了十年战争 制裁 恐怖主义叛乱和经济危机的破坏 促使该的趋向专制国家转移权力 一些国家 如卡达和埃及 有反对叙利亚重新整合的具体理由 卡达支援反阿萨德部队 并可能在2017年阿联酋封锁后 抵制与海湾大国恢复关系的压力 埃及可能会向沙烏地阿拉伯和阿联酋寻求资金 以换取与叙利亚恢复关系 美国 英国和欧盟对于大马士革的关系不感兴趣 不会取消制裁 但不太可能阻止其他国家恢复关系 没有失诚表或执行机制 来却保该政权改变其对邻国或叙利亚人民的行为 叙利亚人民承担责任和持久和平的机会几乎不存在 许多叙利亚人认为正常化是一种背叛 不太可能产生结果 2023年亚太经合组织 美国对亚太经济的重要性 亚洲协会 预计2023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会议将带来以下期望 创造具有韧性和可持续性的未来 2023年APEC会议的主题是为所有人创造具有韧性和可持续性的未来 这次会议提供了一个重要机会 让美国在经济韧性、可持续性和包容性方面 推进竞争力和思想领导地位 并促进亚太地区的合作 美国对亚太经济的重要性 60%的美国货物出口销网 APEC成员国 因此这些会议对于提升美国在该地区的竞争力和思想领导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ASPI的角色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 ASPI致力于通过深入分析、互动项目等方式 促进对APEC成果和进展的对话、思考和分析 他们提供有见地的视频、深入分析、互动项目等 以促进对APEC的讨论和理解 专家分析 Wendy Keller等专家提供对APEC议题的分析和见解 这些专家在经济事务、国际安全和外交等领域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总的来说 2023年APEC会议将成为推动美国在亚太地区经济领域、竞争力和思想领导地位的重要平台 通过专家分析和深入讨论 APEC成果将得到细致评估 并将为亚太地区的经济韧性、可持续性和包容性提供重要指导 卢拉拯救亚马逊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与现实相冲突 经济学人 巴西总统路易士、伊纳西奥、卢拉、达歇尔瓦承诺领导国际努力 阻止气候变化 结束亚马逊地区的非法森林砍伐 但这些承诺遇到了一系列障碍 农业部门目前占巴西GDP的28%和就业的20% 而自卢拉于2010年卸任以来 农业综合企业游说在国会的权力显著增加 该国国有石油公司巴西国家石油公司 希望到2030年将石油产量提高到每天500万桶以上 并渴望获得在亚马逊盆地附近钻探海上石油的许可证 为了实现他的绿色承诺 卢拉需要放弃对石油民族主义的忠诚 他可能也不得不放弃或缩减巴西变得更富有的计划 例如建造新的高速公路和铁路 以切入环境敏感地区 拯救摇摇欲坠的人文学科 纽约时报评论版 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系列信件 回应莫林、多德、莫琳达 关于人文学科衰落的专栏 这些信件都提供了不同的观点 其中一封暗示可以找到一个 新词来描述对完全由人类在没有人工智慧帮助的情况下 产生的艺术和文学作品的渴望和渴望 另一个对比是 对STEM科目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 而人文学科的重要性却在下架 我们需要了解哲学和伦理的工人 来管理我们的STEM工人 正在创造的技术的许多道德和法律后果 他写道 其他人指出 人文学科仍在继续研究 仅用英语授语的学位数量 就高于物理科学和科学技术学士学位的总和 然而 通过人文学科课程 磨练出来的批判性思维和其他技能 似乎对那些想要引领技术的人越来越有吸引力 因为领导者被称为超越以工程位中心的方法 进行深入思考的全球公民 特斯拉和其他汽车制造商可以从福特学到什么 经济学人 福特首席执行官吉姆法利 Jim Farley 负责监督这家美国汽车制造商重组为三个部门 专注于电动汽车 电动汽车 福特计划在2022年至2026年期间投资500亿美元 高利润汽油驱动的内燃机车和福特的商用车业务 Farley希望到2026年将营业货利率从今年的6.6%提高到10% 并将电动汽车相关亏损 预计到2023年将达到30亿美元转化为利润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他正在效仿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 马斯克 Elon Musk 扭转多年的行业惯例 让大型品牌最大的供应商管理价值链下游的供应商 他正在直接与矿业公司谈判 以确保电池矿物的安全 福特已经签署了协议 保证到2026年 每年生产200万辆电动汽车所需的理和涅供应90% 他还打算在美国加工部分里 以减少对中国炼油商的依赖 并却保电动福特符合美国制造的通货膨胀降低法案条款 大型科技公司在非洲陷入危机 外交政策 本周外交政策非洲简报的亮点包括 Meta Facebook 在非洲的法律纠纷 Meta 及Facebook的母公司 在肯尼亚面临一宗诉讼 法院判决Meta可以被控告不公平解雇 这起案件涉及184名非洲科技工作者 他们被指控在1月份非法解雇 而根据肯尼亚法律 公司应向他们发出适当的裁员通知 这一判决对全球的科技工作者可能具有重大影响 包括正在非洲对Twitter提起诉讼的被解雇员工 Meta已对这一判决提出上诉 Meta在肯尼亚的法律案件 Meta在肯尼亚面临三起法律案件 这是Meta在美国以外地驱首次受到员工提起的诉讼 Meta便称在肯尼亚无法受到诉讼 因为他并未在该国注册 然而 肯尼亚劳工法院在2月份裁定有全审理一名南非的 前SOMA员工Daniel Moten提起的案件 Moten指控在肯尼亚的内容审查员 在工作中遭受不尊严的工作条件 并未获得心理健康护理 他声称在试图组建工会争取更好的薪资和工作条件后被非法解雇 Meta对此案表示不同意见 并称他们对该案已提出上诉 总的来说 Meta在非洲的法律纠纷 可能对科技巨头在整个非洲大陆的运营方式产生改变 该判决指示肯尼亚政府机构评估法律 调查该领域的情况 并提出改革建议 以更好的保护科技工作者 如果成功 这可能改革科技巨头在整个非洲大陆的运作方式 谢谢收看评论简报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明镜电视频道